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中心 欢迎收看订阅大家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上季季尾方家柏就成功候上風凰 今季攻勢都沒有停過 暫時頭碼數目都是領先 而她徒弟何宅堯 就是目前表現最好的華直騎士 接下來星期三晚 方家柏和何宅堯兩支圖就會拍照 這次他們合作的座騎當中 二班一六五零米黎地賽的準備就緒 上季兩戰同情都贏 這次升到二班上陣 方家柏曾經說過她今季有力 再多兩至三場投馬交遊徒弟何宅堯操刀 可否延續到同情年證紀錄呢 鄭俊偉馬房的好好計日前 就在美國一級賽 姓瓦利塔短途錦標賽中奪冠 這批短途精英 就在美國擊敗了兩批獄馬者輩民主 令她成為首批揚威美國的香港賽區 是做歷史 不過她的大計還未完 好好計下賬目標是十一月一日舉行的 同場同情肉馬者杯短途大賽 鄭俊偉說她預計好好計會有進步空間 希望她到時能以最佳狀態出戰 珊珊婦女銀袋日將會在十一月九號 沙田馬場隆重舉行 這個賽日一響都以靚閒線 那就適合了 一月打正期後 讓我扮靚一點入馬場 我打算買一批很誇張的帽子 不知道到時會搶光鏡子呢 為慶祝沙沙婦女銀袋日十周年 大會再次邀請到 國際著名舞式設計大師 Victoria Grand 特別以香港為主題設計一系列舞式 並火拍本地新進時裝設計師 在當日合力打造一場 國際時尚魅力時裝會演 記住留意 潮流輕多多花婦 網上交友平台APP 沿著一部手機都有幾個了 不過以下這個APP 除了可以聯絡到朋友外 還可以有很多資訊看 HKJC香港賽馬正式登錄微信 大家登入後尋找WaySingHK 再關注HKJC香港賽馬 WeChat官方帳號 就可以掌握賽馬資訊 重溫精彩賽事片段 騎煉訪問,還可以玩互動有獎有氣 最後提醒大家 星期三晚沙田馬場 將會舉行多場的夜菜 記得回去好好備戰 下集見,再見